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内曾经实行了十几年的一个棚改政策 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那么由于棚改带动了一个全国性的房价铺涨 越来越多的人拿着拆迁款有用到房地产市场 一个人手持几套房的现象比比皆是 如今的住房资源早已经过剩 控制房增多这些现象都与这个棚改政策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最近两年棚改政策过渡成了旧改政策 那么国家不在大拆大建而是在老房的基础上提升居住体验 旧房改造呢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项目就是老房的加装电梯 这件事的推行啊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准确的说人们或许都能够接受实施这种水电路啊 这些基础改造 但唯独在加装电梯这件事上很多人是很难接受的 比如说低楼层的住户 甚至呢有些人就特意阻拦电梯加装了一个推进工作 说白了就是老房加装电梯啊会造成群众受益不均匀 老话说的好啊不换管而换不均 加装电梯方便了高楼层的住户 提升了高楼层的房屋价值 而低楼层的利益如何进行保障呢 当然有困难就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随着类似于共享电梯啊阶梯式的收费啊 各种补贴手段的一个出现 很多老旧小区啊也是顺利的安装上了电梯 但是呢电梯装上了很多当初坚持加装电梯的老楼老楼住户呢 却有点后悔了 其中呢不罚一些高楼层的住户 为什么呢 因为安装电梯之后啊 即使对高楼层住户来说也并不一定都是好事 它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给日常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老房子呢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建造技术 隔音效果相对比较差 而现在要在老房基础上加装一台电梯 可想而知电梯运行发出的声音会有多么的清晰 特别是一些靠近电梯口的这种房屋 水面质量比较差的住户自然吵得让人恼火 第二点影响就是会影响房屋的结构 缩短房屋的寿命 老房的原本设计它就是布体 如今呢要在房屋上加装一个电梯 自然要改变原来的强体结构 将电梯和楼道进行打通 甚至呢会影响老房的使用寿命都有可能 第三个问题就是电梯增加了资金的一个负担 无论是分摊还是暗次收费 高楼层住户花销都是最多的 这对于这一条件好的人可能还没什么关系 但问题是呢 住在这些老旧小区老旧楼房上的几乎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他们的收入和生活习惯更趋于朴素化 转个电梯基本上已经掏去了不少的积蓄 再加上后期的一个电梯的微保费用 整体的花销会更大 其实呢很多人知道装了电梯之后才意识到 那么老房子加装电梯啊 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 看完来说啊 加装电梯有利好的一面 自然也会产生一些弊端 毕竟呢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一个趋势 是跟我们很多人吸引相关的一个民生工程 但对于加装电梯啊 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它的一个利弊之后 再去做出一个决定 不要等到装了以后啊 才后悔 让大家对于这个老房子加装电梯这件事是怎么看待的 欢迎留言探讨 下期再见